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弱扰动在空间流场中的传播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微弱扰动相对于气体 是以当地生数传播的 由于受到管闭的限制 微弱扰动波只能沿管道做异位传播 如果在空间流场当中某一点有一扰动员 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它对均匀静止气体的扰动 将以球面波的形式 以当地生数向四面八方传播 为了能够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假设有一在空间不动的扰动员 每隔一秒钟发出一次微弱扰动波 现在来分析 该微弱扰动波的传播规律 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在静止流场当中 微弱扰动波的传播 在静止流场当中 位于空间的某一微弱扰动员 它产生的振动 将以球对称的形式 以确定的速度C向外传播 在一秒末 扰动波的位置位于这一位置 它是一个半径为C的球面 二秒末的扰动波 半径为2C 三秒末扰动波的位置 半径为3C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个扰动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 必将传遍整个流场 也就是说 微弱扰动波在静止流场当中的传播 是无界的 第二种情况是 当气流与均匀的亚生数流动时 处于某一固定点的扰动波波源 它产生的微弱扰动 将以确定的速度C 相对于流体向外传播 但是由于流体本身又以速度V 向前运动 故扰动波波面 由一组非同性球面所组成 这是一秒末扰动波波面的位置 它是一个半径为C的球面 球面中心距其初始位置 距离为V 这是二秒末扰动波的位置 该球面半径为2C 球面中心距其初始位置 距离为2V 这是三秒末扰动波波面的位置 其半径为3C 扰动波球面中心位置 距初始位置距离为3V 在这种情况下 气体本身的运动 已成为扰动波波面传播的 牵连运动 因此 微弱扰动在空间传播的绝对速度 是声数C和气流速度的矢量和 如果取气流的方向为正方向 则扰动波在顺流方向的 绝对传播速度为 V加C 而在逆流方向上的绝对传播速度为 V减C 这说明 扰动波仍然能逆流传播 随着时间的延续 扰动可以传遍整个流场 也就是说 微弱扰动波在亚生数流当中的传播 是无界的 第三种情况是 当气流的速度V 等于生数C的时候 这时候处于某固定点的微弱扰动源 它发出的扰动 将仍然以速度C 相对于流体向外传播 但是 由于流体本身又以V等于C的速度在运动 因此 这种状态下的微弱扰动波波面 有一组过扰动源的非同心球面组成 这是一秒末扰动波的位置 扰动波球面半径为C 扰动波中心距出始位置的距离为V 其中V等于C 这是两秒末的扰动波的位置 半径为2C 球面中心距出始位置的距离为2V 这是三秒末扰动波波面的位置 半径为3C 球面中心距出始位置的距离为3V 在这种情况下 扰动波传播的牵连速度为C 这样 在球心连线上 扰动波在顺流方向的传播速度 为V加C 等于2C 而逆流方向的传播速度为V减C 等于0 即沿球心连线方向 扰动向上游传播的绝对速度为0 这说明 扰动波已经不能逆流向上传播 随着时间的延续 波面也不会传播到整个流场 这样 受扰动区与未受扰动区之间 会有一个分界面 这个分界面 是以扰动源为公切点的 所有球面波的公切面 因此在生数流当中 微弱扰动的传播是有界的 当气流的速度为超生数时 对于处于某一固定点的微弱的能源 它发出的扰动 将以球对称的形式 以确定的速度C 相对于流体向外传播 但是由于流体本身 又是以超生数向前运动 它会将扰动波波面 带向下游 在这种情况下 微弱扰动波波波面 由一组由扰动源发出的 追面相切的球面所组成 这是一秒末 扰动波的位置 其半径为C 球面中心 距离出始位置的距离为V 而V大于C 这是两秒末 扰动波的位置 其半径为2C 这是三秒末 扰动波的位置 其半径为3C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球面扰动波如何扩散 扰动所能影响的区域 只能局限在所有球面波的包落锥内 这一包落锥 称为马赫锥 马赫锥内为受扰动区域 马赫锥以外为无扰动区域 因此在超生数气流里 微弱扰动波的传播是有界的 界线就是马赫锥 马赫锥的半顶角 即马赫锥母线与来流速度方向之间的夹角 成为马赫角 用α来表示 根据几何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 sinα等于C比V 即马赫数的倒数 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 马赫角的大小 中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 扰动源相对于气流的速度 是亚因数还是超因数 微弱扰动波在空间的传播特性 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亚因数来讲 微弱扰动可以逆流向上游传播 扰动是无界的 对于超因数流来讲 微弱扰动波不能逆流向上传播 扰动是有界的 这是这两种扰动的本质区别 这节课我们介绍了 微弱扰动在空间流场中的传播特征 对于静止流场和亚生数流场来讲 扰动的传播是无界的 而对于生数流场和超生数流场 扰动的传播是有界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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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